嗨,大家好,我是希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先插一插嘴,然后等会儿我们准备去古浪游玩 是很多人都想玩的 到了这个地标性建筑这一边 这边有一个巨大的宫寺 第一次到这个地方,双瓷塔 厦门地标性建筑,是比较像两个塔 听说在金门可以看到这个建筑 今天就顺便路过来一探究竟 其实就是普通的购物商城 好吧,我们去 我们看到的是有五小只混合装145元 还有其他类型的75克装66元 果然是茅台呀,一个字贵 理性消费啦,就50克而已,也就1秒而已 哇,不然很大,百分就要来吧 不是啦,这里是公共,两个建筑物当中 如果是高公建筑物当中,就会常用这种现象 订楼吧,是包订楼吧 订楼应该是要花钱看的 我只望一圈,从那边找出口出去就好了 要吃啥不?买了两个老婆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走了继续前往别的地方 看到海边了 还蛮多这种穿汉服的 已经开始流行穿汉服了 对面的那个女孩子 人家就是穿汉服的 我们接到海边 好像那边就是湖南路 我们要去搭船 走这里给人家比较挺熟的 你怎么会穿 让出去每个岛 明天放还是今天放 很有可能是明天比较多 夕阳浮现 让我们就夕阳 那天是正成功的标签 应该是海军吧 像我们这个城市还算是挺干净的 厉害啊 走了三公里 快到那个火烂域的 这个轮渡的那一点 这边是不知道是什么雕 该不会是妈祖的吧 我觉得跟我大学时候来的变化 就是这些树都变大了 我记得那时候的路 确实是没那么好的 哇这个夕阳很漂亮 公车按喇叭 对他们 他们也有无所事事的 哇 这个是夕阳 这个是什么 海峡 海峰 海峰又来的前兽 靠空以前的安静 耶 一体规划全部关注 一体规划 这会是什么 对一体规划成这样子 其实也是各有各的优缺点 优点就是你要是一个政策很OK的话 比较稅速的坐下去 那真的是发展的非常的好 就像李世民的时期对吧 就像堂堂开元盛世的时期 那时候要是遇到一个明君 我不得了的 跑的时候赚超多 他赔的时候也赔超多 但是如果是这种独裁的话 就像这种皇帝字 他的第一代开国的 那肯定是OK的 但是他二代三代这种下去的话 那肯定就不一定啊 还是得看他教育 你自己想想看五代十国那个时候 多久 哪来的好啊 没有啊 也事后五代十国那时候 确实是挺好的 没有 但是但是还是得说遇到明君 我说一个明君 他打下了这个江山 然后他刚开始就像唐朝开元盛世 是挺OK的 但是到后面他的好几代之下的话 就慢慢的衰落 那如果是民主制度的话 他就有办法说把这个 他就一旦发现有问题 他可以把这个领导给 呃 弹轩掉或者是怎么样掉 然后他继续 呃 把它变好 所以民主呢 的好处就是这样子 你觉得呢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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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浪女的对面 这一些 商业街 你说这个观光巴士在台湾可遇不可修哦 没有 哦 八个轮台的 嗯 可遇不可修哦 哦 而且他这个底盘是更好的 嗯 嗯 好不好 哦 这种这种车很适合台风天出去 台风天 嗯 很稳 哦 台风天暴风雨前的这种舒服 原来是夜游线来的 步行街嘛 嗯 对啊 这里这里就是中山路步行街了 哇 变化真的好大 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 一岸是人山沿海 好几个售票口排长龙 无法想象小岛上会有多少人呢 我已经上船了 哪怕我现在都在楼上步行街 我记得10年前的船票是8元一元 现在涨到35元一元 但貌似工资水平挺有怎么咋 工资水平这个我不确定啊 但业绩依然还是那个业绩 这种感觉我觉得跟广州珠江 古仓只是高楼建筑设计不一样 码头依然还是这个码头 10年前除了旅游 景区都是义乌小商品市场 现在是吃的几乎差不多 这大晚上的 大晚上的还是人山人海 好香 这个是古冬鱼上面的店 这岛上还有鱼寮 竹寮 什么这种 闽南四国大 好香哦 好像是银行 好像是那时候 零食馆都在这边吧 怀念那时候我还在这里拍过照 怀念那时候我还在这里拍过照 中国非物质文化有产项目 中国非物质文化有产项目 真正的真正的 真正的物件 这里连书店都有 各种珠宝店啊 什么饰品店啊 维术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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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巷子里面有一些小吃 有玩具店 还有江湖鸭哦 台湾的 敏南的吧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店 反正没有特色的 我觉得这一点跟台湾有点接近 就是文创这一块特别 这个是书店 新闻书店是一个老银 我小时候就有 对 连锁店 对 这个新闻书店挺有设计感的 很漂亮 挺有设计感的 这东西这么香 我这边在台队超香的 什么 无法神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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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台湾之后 到台湾之后 台湾的刚好吃 很像这个 这个先吃 马蜀台湾也有 对 台湾也有 我们回台湾吃好了 马蜀 因为排队太久了 刚上岛太晚了 我们不怕我们太晚才回去 那边马蜀鞋的食物 太多一包 我觉得这边卖吃的 有些跟台湾有些接近 不接近 不接近 不接近啊 应该是有些中心点 蟹黄汤包 还有西方菜 还有米辣克餐粉 还有土耳其冰淇淋 海力尖 这是欧拉尖吗 没有欧拉尖 25元的米盒 比台湾贵 我们回台湾吃好了 好 台湾还更近到 这个应该是一个 旧址 华朝银塔 旧址 非常漂亮 大多数 有一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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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卖给 我卖给 原汁原汇的 你知道吧 它不是凡谷建筑 因为看了凡谷建筑 签名已经实在太多了 你会觉得麻木了 这边又有一个 古庆祖 好 来-我坐下来吧 这种材是值得看的 你看这些墙的 进门小口 你看我就说大家都很喜欢这种吧 我来台湾看到一些有保留下来的建筑 然后其实看到大陆很多人非常喜欢去打卡 因为可能繁古建筑太多了 而且他就很喜欢这种 这种复古的这种感觉 包括台湾的那些车站啊 男子车站那些 看起来有点复古那种感觉 超喜欢 超有feel 台湾多头山 好香哦 这个是猪又海的 卡长哈 猪又海长台湾 少少吃的面茶 我来 我来 大理这边也有音乐 我觉得跟那个大理也差不多啦 就是全国的这种景区 开了一些店 帮我卖了一些东西 都差不多 但是你要看的就是这些建筑的不一样 这里是音乐厅啊 对 他们有音乐厅的 他们岛名在上面拍音乐 好像岛上的居民的那种生活是非常优雅的 而且他们大多都是姓姬一较 在这边买了一个榴莲 还有姜母茶很香 发现大家都来逛玩的多 手里拎着购物袋的人很傻 难道真的有新闻媒体说的都流行重游 这里蛮像广州的仨面的那种感觉 对吧 这个树真大 很古老 这个是真正古老的 这上面也有树的 但是这上面做的挺贵的 这个树也是超老的 我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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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上难得一见的 中式建筑 那里的沙滩 白天的话应该蛮漂亮的 这个树也是这么大 光就已经长到这个里面了 这边还有烧烤饭 这边有这种上面的 这个还不是很贵 这个好像进入了一个 什么 是吗 是吗 然后这里的颜色还会变色 这种声音 我就在想这个回声 这种声音 这有扩大 这种声音 扩大 我就想高歌一 有人在唱歌 哦这个 这岛上的生活就是愜意 只有一个人可爱你 心中的灵魂 我的消息 想吃吗 想吃咱就进去 像一个地方吃饭 然后这边满了台湾 像台湾鲁肉饭 看到这里写 这个小店 在岛上 张德鲁先生的简易晚餐 这是饲银仔 哈喽 从前从前 如果要爱你很久 这个红房子以前我有印象 好欢迎我的青春啊 黄老伯的海力间 以前厂门都来说科宅间的 现在都变成了海力间 这个说法了 是红房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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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像台湾咯 那种谐音的 素餐素觉 素餐素觉 这个 服装 这个 走通 刷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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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票价158 我盖张打卡 我就记得我十几年前就是 跑了整个岛去盖了一大堆的张 台湾的品种多 而且那些品种又好吃 又大个又甜 台湾的品种多 但是 大陆的联务的话 可能就缺点那个意思 可能就是甜度没有那么 这个 对 就是用街头 好不好 像 这个 比山 洞 我觉得是 有点那种感觉 就是有点中山大学 配别的那个是 随道 那种派 是这样的 我有带你去的那个 那个就是真正的那种 那种 那种 反空洞 反空的 对 战地反空洞 可以讲基本哦 战地风洞 特别的 这些还是流动的水 年龄兵 这边也是一个老房子别墅 以前的人住在这边的人算是很有奖了吧 现在住在这边才更有契 现在这边都已经放了多少倍 现在只剩下了 好 这个房子 确实 如果它只是固定资产 它没有办法购卖出去 那其实也是真的只剩下这个房子 但是这个房子可以租住出去 给商户可以用买 那个做民宿这些是可以赚一些的 你又看到了一只巷子里的猫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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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都是周杰伦的哥 耶 好多猫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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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边都是 比较新的 你能叫 这样的一个 寺寺的 是什么 这都是 一国 什么 你叫什么 寺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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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银小吃 台湾银小吃 手工麻烦 所以这店就是换汤不换药了 全国都是差不多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买东西倒没有太大的一个必要 我个人认为啊 我的消费关系就是这样 但是 如果看到别人喜欢的 或者是需要的 我就会买 但如果说不需要的话 我就不会说 嗯 随便的就会去买 现在已经 人比较 少了 安静 这是马草 就是一只鸟在这里 然后这旁边都是牡蛎 都是它的食物 现在这边上公交车都是用手机二维码 然后滴一下那个就付钱了 虽然说挺方便的 但是 对蓝牌 没有手机怎么办 对蓝牌 可以投币啊 可以 是可以投币 就是得早上起来 打滴滴会住的地方休息了 在网上订购的这个螺蛇粉 看到蓝牌多先生买了一些它 比较少吃的 这个是山竹 然后这个是那个甜脆蜜 还给他买了一个水蜜桃 我觉得台湾的水蜜桃 是那种 直接可以 用手就可以把那个皮给剥掉的 但不知道大陆的水蜜桃怎么样 之前我吃的桃子 种类也挺多的 行 这个 早吃的一口 试吃一口 嗯 嗯 好吃 上火的话 是可以吃这个山竹板 但是这个山竹是不够清香的 如果清香的话这个是绿色 它里面是这样的白白的板 有点像那个猫的爪子 山竹台湾有吗 可能是要进口的 嗯 可能要进口 嗯 但是我知道广西的贵人是有柴子的 但其他地方我都不知道 好吃吗 有点酸甜酸甜的 有口感 嗯 还可以接受 这个麦香肯定不如台湾的 嗯 而且它是硬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尽其期期待哦 5 3 10